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如果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 侠客文章一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点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三点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四点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五点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着痛苦 也不是永恒 六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七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